臺灣維持兩百五十三天 本土零確診的介入破功 而接下來的耶帶和跨年活動 該怎麼辦呢 行政院長蘇貞昌 鼓勵大家在家看電視轉播就好 而臺北市長柯文哲 則要求民眾全程要戴上口罩 而中央和地方在今天傍晚 緊急開視訊會議 討論跨年以及新春的活動 如何縮小規模 也會公布全國跨年的防疫指引 臺灣出現本土確診案例 讓即將到來的跨年活動面臨考驗 中央地方看法不一定相同 像是北市府就說 臺北跨年不會停犯 一例本土案例是全程戴口罩 禁止飲食攤位 到十五例來為線上轉播 我還是會表演只是不會 不會有群眾 不開放民眾進場 一零一煙火照放表演團體照樣演出 只插在市府廣場 跨年人數控管會派大量志工 勸導戴口罩不聽罰三千元 臺中市臺南市和高雄市 目前也是跨年活動照常舉行 但會因應疫情和中央規定調整 而新北市府則是宣布 已經開跑的新北耶誕城所有臨時的商品 記者會或產品推廣會都取消 中央跟地方更召開緊急視訊會議 討論跨年和新春活動縮小規模 和相關的防疫措施 華視新聞羅令李宏傑 台北報導 本台 烹調 小冰